第一個,這個資料在第五個單元裡面的第十頁 雲端白板上面的 主要我是挑這個叫OpenPieXL這個模組 其實或者你把它講外掛也沒關係啦 外掛應該大家不要聽得懂 這個外掛的功用很簡單 主要就是處理Sale 反正以Sale舉辦大部分的功能它都可以辦得到 我們最常用到的包含就是說我要寫檔寫成Exale 或者讀檔都沒問題 更不要說其他像工作表、工作簿、藍列相關處理 其實對它來說都是簡單 也就是說你不會用VBA用這個其實也OK啦 其實夠用了啦 當然在處理Exale裡面最重要的第一個 就是要存檔、存Exale 所以今天第一個練習就是來解決 存成Exale這件事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這邊有個寫入範本 你們可以看一下寫入範本其實蠻短的 就是在第幾頁呢 各位可以看到第十頁的地方 會有一個寫入範本 然後底下的話就到這邊結束 其實我們先拿這個來給各位看一下 你們其實Ctrl-C 總共幾行?六行而已啦 Ctrl-C 然後Ctrl-V 直接貼到那個 貼到開一個新的模組 然後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Ctrl-V 我把它放到 Ctrl-加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實際上主要是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什麼呢? OpenPyXL這個模組 那裡面的話有個紙物件叫Wallbook Wallbook 實際上就是Exale裡面的工作簿 工作簿實際上就是Exale的檔案 OK 那所以呢 它其實它的邏輯很簡單 第一個的話就建立一個工作簿 工作簿名稱叫做WB 這個名稱自己取 一般取這個 WB就是一個工作簿 就是一個檔案 那檔案的話後面就下一層的話就是 工作簿打開之後的話呢 那會看到工作表 所以呢打開之後它底下 如果你要指定哪一個工作簿的話 它會指定一般是第一個 第一個的話 後面一個方法叫Active Active的話指的是目前喔 就是打開之後的第一個工作簿 那指的就是工作簿1啦 第一個工作簿 然後呢 會產生一個對應的物件 叫做Shits 這個名稱也自己取的 或者有的 假設不喜歡這麼長 甚至把它改成什麼 WS也可以啦 一個WB 一個叫WS也可以啦 或者叫Shits也可以 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那如果你要把資料放進去的話 很簡單 就是利用這個工作簿物件呢 加上一個方法叫Append Append的好像跟那個 串列是一樣的名稱 那所謂Append的話呢 意思是說 我把資料放到工作簿的第一列 那第一列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要放兩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的話呢 就是LUMBER 欄位名稱嘛 就是編號好了 第二個欄位名稱就是TA 然後第二列的話呢 就是Append的第一個資料的話就1 第二個資料的話就是它的電話號碼 那假設我是放一個 那你說老師呢 我如果要增壓第二個 第二個人怎麼辦 那沒關係 你就直接 再把Append的這個 再放到下面一個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2 比較好了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電話號碼看你要不要改一下 隨便改一下 這樣 OK 所以喔 我們就會增加三列資料 三列那幾欄 兩欄 OK 應該看得懂這個 這個是第一欄 這是第二欄 然後這個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最後的話 如果要存檔很簡單 就是利用這個工作表物件 WB 它有個方法叫Safe 那Safe之後的話呢 把它存成叫 Sample.xls 這樣OK了 所以喔 應該可以理解吧 但是 接下來我先把它存檔好了 這個也許叫一個Sample OK 假設我們是 把它另存一下 我一樣喔 先把它存在哪裡 存在我的這個C碟底下 Python384底下 也許名稱叫ExcelSample 底線好了 記得喔 不要空白 可是你可以用底線 ExcelSample好了 OK 然後把它Safe 好 那接下來就來試試看喔 不過喔 執行的話 可能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呢 它不認識這個OpenPyExcel的外掛 因為理論上應該沒裝啦 不過我不確定 我們電腦 所以我把它Run一下喔 看第一個錯誤 有沒有出現 欸 它居然沒錯 那顯然我這邊是已經裝過了 OK 所以它不會有任何錯誤 但是有可能你們的環境 會出現一個錯誤 它應該會出現什麼呢 Module not found L 有沒有 然後呢 Name Name的這個東西啦 意思是說喔 它不認識這個模組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有個 From有沒有 From這個OpenPyExcel 它不認識 因為我這邊有裝過 所以我等一下可以把它移掉 我再把 那我把這個最後結果 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正確的話應該會 把剛剛的資料寫進去了 所以我這邊有個Sample有沒有 剛剛這個 我已經Safe了 所以Safe應該成功了 所以這邊的話 會多一個什麼 一個 這個檔 在哪裡 在這邊 那裡面的話應該會有三列資料 然後把它打開看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 欸 有了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這樣又寫進去了 但是問題來了 好 那假如說呢 你們的電腦沒有裝這個 要怎麼裝 首先的話安裝的話 假設啦 我因為已經裝過了 所以我不會出現 這個 這個 Module 有沒有 模組 NOT FUN 就是找不到這個模組的錯誤訊息 那 我先把它移掉 所以我把它重裝一下 那怎麼樣去安裝 這個模組 安裝的方法很簡單 第一個的話請各位 不過 它安裝的方法 對於 怎麼講 怎麼講 沒有裝過的人 應該蠻 有點麻煩 因為它必須要自己下指令 而且必須要下那個 就是在DOS底下的環境的那種 所以第一個 請你找到 CDE底下的那個 Python 384 OK 那理論上 我就裝到這個環境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 請你在上面點一下 在上面的那個 路徑的地方點一下 它會出現什麼 C冒號斜線 Python 384 對不對 那請你在這個地方直接打 把它蓋 直接就這個路線上打 CMD CMD的話呢 直接按Enter 它會跳出一個什麼 欸 這個叫DOS模式 命令提示次元 不過我的應該 你們應該是黑底 黑底白字 我變白底黑字了 沒差啦 反正我看一下這邊是怎麼改 我把它變預設值好了 預設 螢幕背景 變成黑的 然後螢幕文字變白的 應該你們長這樣吧 它的沒變 記得喔 在這上面打一個CMD CMD Enter 出來了 可能要關掉同開 好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 它理論上 為什麼要在這邊打CMD 因為 它會自己指到這個路徑 你們這個C冒號斜線 就不用自己在那邊打 如果你以前用過DOS 你應該知道 可能你要進到這個目錄 還要CD 控一格 然後再 太麻煩了 算了 這樣比較簡單 那接下來如何安裝 安裝的方法很簡單 請你找到那個 雲端白板的第五個單元 我這邊有個語法 可能你們要看自己打上去 還是用複製的 在第十頁這邊有個 Python有沒有 這個我把它放大一下 有沒有 到那個384輸入CMD 剛剛這個動作 然後執行以下的這個指令 就這一串 叫Python1-m 然後後面的話就Pip install Open Py XL 那指的是什麼 請你幫我 從那個 雲端上面 然後把這個外貨 抓到我現在的電腦裡面 OK 所以你可以把它Ctrl-C 然後直接把它Ctrl-V 貼到這裡 或者是直接按右鍵 我記得好像就貼上 那因為我是要uninstall 所以我在這邊加一個uninstall 我把它先移掉 un 如果移除的話 就是加一個un就對了 安裝的話就是install openpy excel 我把它先remove一下 先把它移掉 我加一個un的話 就是把它反安裝掉 我把它重新裝一下給各位看 其實你們不用像我一樣 重新反安裝 我只把它放大一下 因為這樣刺好像有點太小 我把這個刺 稍微放大一下 20好了 我再刺 我已經把它移掉了 所以如果我移掉之後 我現在RUN應該會出錯 奇怪 剛剛是不是 那如果我重新安裝 一樣 在這邊打一個cmd Enter 那你們待會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這一串 乾脆直接Ctrl-C好了 然後直接在這邊 直接 不是Ctrl-V 直接按滑鼠右鍵 它好像就貼上 右鍵好像就貼上 如果沒有貼上 有些版本是在上面的狀態列 按右鍵 這邊好像也有一個編輯 也有一個貼上 方法很多 反正就是達到這個 這幾個字 要放在那個命令提示之間 你就OK啦 那接下來按個Enter 如果Enter之後的話 你應該如果正常狀態 應該會看到底下 會開始跑那個下載的狀態 然後最後如果看到 有一個叫Successful的話 那表示你安裝成功了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未來 如果 蛤 什麼樣的狀況 不過記得一定要連線 網路一定要連線 如果你有看到版本的問題 不用理會它 因為它可能會出現說 要不要安裝最新的 如果你本來就已經安裝的話 不一定要是最新的 它應該還有一個是說 要不要叫你upgrade 那個不用管它 因為那個版本 如果沒有更新的話 一樣可以安裝 應該是那個PIP的 Oh你這個 這個優惠 這個要upgrade那個 我原來裝了上班式的版本,沒有內建一個 呃... no macho 你剛剛是Eastorm 那你RUN的時候有錯誤訊息嗎? 一樣是no macho是不是? 那你再RUN一下看看 還是no macho 可以嗎? 我可以裝 Pick的版本 可是這個不分心也沒關係啊 現在沒差啊 那你現在RUN看不看OK 我現在RUN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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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POO 就是RUN的專頁 對 那是指示 這個也好 這個也好 哦... 那船長OK嗎? 對啊,不是一定要更新啊 主要有討論公司 那是可以嗎? 然後進行是... OK啊 OK啊 對 這些也裝過 所以打成功 很省事 其實也要會裝到 可以 這可以齁 對啊,版本不用OK啊 也可以啊 欸,這都可以啊 其實那個PIP不用更新也OK啊 嗯... 你的... 你的... 他們其他人都可以耶 嗯... 嗯... 那可以是RUN的 嗯... 嗯... Name...Name...L 嗯... 嗯... 你也可以啊 可以跑的 對... 對... 欸... 欸... 可以的啊 對啊... 對... 對啊... 對啊... 這是打錯字的嗎? 對... 大小姐有差 嗯... 欸... 理論上好像我看一下大部分同學喔 應該... 就是... RUN應該... 但是他底下會有個提示就是說 要叫你更新那個PIP的版本啦 PIP指的就是安裝外掛的一個程式啦 那個... 那個不更新應該沒關係 不影響 他只是提示說 建議你更新喔 但是你不更新也沒事 那... 所以啊 這個主要就是第一個啦 一定要... 先找到你的那個... 就是... Python 384的路徑喔 因為我是放在... C疊底下啦 C疊底下的Python 384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只要在上方打一個CMD CMD Enter OK 然後底下的話喔 就直接把剛剛的這個指令 OK 直接把他輸入到哪裡呢 輸入到上面喔 他就可以直接... 幫我把他安裝上去啦 那當然理論上如果你已經裝過的話 他會提示你說你已經已經已經有... 這個... 存在了 OK 我現在應該也在安裝喔 他會跳出這個Successful的訊息 有沒有 已經安裝成功了 理論上應該... 試試看好了喔 如果有... 我... 遇過... 大部分這樣狀況應該OK 可是如果假設有錯誤訊息喔 你們再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地方 就是... 就是... 步驟跟我做的不太一樣喔 那以後特別注意喔 如果安裝很多外掛喔 只是說把那個OpenPyExcel換掉 換成別的名稱而已 所以其他很多的外掛啊 他的模組名稱一定要知道 然後安裝的方式都一樣喔 OK喔 那... 後面的話有蠻多 因為... 在Python內... 原來的那個... 這個... 還是庫裡面沒有的功能 當然我們都會... 額外安裝喔 那... 如果實在不行的話 他底下也有一個提示有沒有 如果你真的要Upgrade的話喔 其實可以把這一段語法有沒有 就是... 把它改成叫做Python 喔 然後1-M PIP Install 這邊有一個什麼Upgrade喔 PIP 就是把這一串呢 打在這邊 然後Enter 讓它去升級啦 不過實際上喔 你不升級也不影響 OK喔 所以這個可能再試一下喔 好 那它幫我... 幫我們安裝在哪裡呢 安裝在這個C點底下的 這個Python的什麼 LIP這個目錄底下吧 反正... 如果你裝了之後 應該就有這個東西了 好 那如果你安裝成功之後的話 那試一下 理論上喔 你把它執行之後有沒有 那... 可能要注意一下大小寫喔 在Python裡面的大寫跟小寫有差 像剛剛同學好像... 如果你出現那個錯誤喔 可能... 再檢查一下喔 好那執行之後呢 如果你有看到... 在我們的... 這個... C點底下呢 的Python384底下喔 會有這個... Excel檔案出現的話 那表示恭喜你 應該是成功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喔 就... 重頭戲了 請各位喔 把這個範本有沒有... 剛剛這個範本呢 其實應該可以理解吧 如果你今天想要把... Append這些東西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會員資料 有沒有 會員資料不是有50個嗎 欸... 那所以喔 請問一下喔 要如何修改 其實倒很簡單嘛 中間那三行有沒有 其實主要就是放什麼 放... 開啟那個... Member.txt之後 那不是有回圈嗎 回圈的話呢 就是... 放那個串列 把它放到Append後面就可以了 欸... 就可以 所以喔 試試看喔 請你把那個... 這個範本喔 改一下 改成呢 就是... 把... Member.txt 把它存成叫 Member.xlsx OK 這樣就可以啦 我們先還不用那麼複雜 什麼前十個兩欄不用啦 先把... 所有的會員資料喔 把它存成... 本來是文字檔對不對 把它存成Exale 該怎麼做 想想看吧 OK 以後的話其實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拼來拼去的 有沒有 所以就是... 把剛剛寫的東西 再跟... 這個範本喔 結合在一起 OK 試試看好了 應該...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